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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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它的旁边呢 耸出了一座天然构成的小城堡 有个地方呢 像是门一样的一个小城堡 指的是那个石头旁边的那个情况 然后那个宝物呢 这个东西指的是村落外面 一般呢 都用那个土做一个小城堡 它主要用来防卫的 这个其实也是个比喻 指删那个块石头的形状 正面看呢 它像一栋矮墙栋梁一样 一条条状的过去 那么旁边呢 松出一个小城堡 但这个小城堡不是人盖的 它是天然的 像有个门一样 窥纸正黑 头一小石 冻然有水声 那么这里边那个小门呢 朝里边看的黑咚咚的 我们扔进一个石子进去 然后幽深的传出了那个水声 叫冻然有水声 然后奇想之积月 两久难以 那声响啊 高昂嘹亮 很久才消失掉 可见那个洞啊 很深的啊 还之可上 望甚圆 那么绕着这块石头呢 向上去 然后能够站到那里 能够望得很远啊 望得很远 无土壤而生甲树美剑 意气而间 这里虽然没有很多的土壤 但是呢 却从石缝里长出 许多美好的树木和一些小珠子啊 美剑 剑呢 指的是珠子啊 长出来很多小珠子啊 意气而间 割外显得奇异而且坚实 其疏朔炎养 类智者所施舍也 那么呢 这种状态呢 有的稀疏 有的茂密 有的倒幅 有的挺拔 好像是智者啊 好像是聪明人精心经过布置的啊 精神病布置的 所以这个叫疏术啊 疏术炎养啊 疏术炎养 这是指的是这个第一段啊 第一段的状况啊 描写了周围的风景 第二段呢 又开始发感慨了 一 五一造物者 之有无久矣 就是说我怀疑到底有没有造物者 到底有没有老天爷 已经很久了 即是予以为成有 等到看到了这些之后呢 越发觉得是应该有的 又怪其不为之于中轴 而列于遗底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看到这些呢 我相信有造物主了 因为造的这么好的美景啊 但是呢 又奇怪 他为什么不把这些景物造在中原呢 偏偏安放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啊 遗底指的是偏远的蛮夷之地 更千百年不得已受其迹 一致经过了千百年 也不能向人们展示 他的奇异的这样的景色啊 那么事故劳而无用 那么这实在是怎么样 劳而无功啊 这是他对造物者的埋怨啊 神者躺不易如是 则其果无乎 神灵的造物主 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那么造物主大概是真的没有吧 他又反过来说了啊 如果有的话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呢 或曰 一位夫 一位夫贤而辱于此者 那么有的人就说了 小石成山呢 是造物主用来安慰那些贤能 而在这里受屈辱的那些人啊 霍曰 有的人又说了 其器之灵不为伟人 而独为事物 故处之难 少人而多识 还有一种说法说什么呢 这个地方啊 天地灵气 不孕育那些卓越的人物 唯独要造出这样的景物来 所以啊 处地的南部啊 伟人很少 而石头特别多 就是这里的天地灵气啊 它最主要的功能不是来孕育人物 主要是孕育石头景物的啊 是二者 于未信之 这两种说法 我都不相信 我都不相信 好 这篇文章呢 也很短 第一段呢 写景 第二段呢 抒情啊 抒情 呃 因为这个 他作者呢 他借着小石层的景色奇袖 而在荒原之地呢 也抒发了自己被贬折到远方啊 不能施展才华的这种不平之气 用纯意的口气 批判了所谓的造物者 就是你造物者 不应该把这么美好的风景 放在如此偏僻的地方啊 如此偏僻的地方 他对造物主提出了 呃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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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啊 一个批判 其实这写的还是他自己啊 那这篇文章跟上一篇的呃 古母谈 古母谈西 那个古母谈西小秋季呢 他其实表达的感情是一样的啊 都是书写自己的寓意不得志 非常简单 好 我们就讲到这里